台湾的网络真的很快 大家好,我是圆圆 在台湾有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事情 就是台湾的网络 你看,这个是我家里的网络的速度 是不是超快的 其实我付1300块 这个差不多是45美金 你可能会觉得有点贵 但是在很多国家来说 算是非常便宜的 我会发过的时候 我家的网络算是台湾的十分之一 差很多 我每一次在法国要上传影片 我觉得很痛苦 我今天戴眼镜 其实我没有惊喜 但是我觉得感觉到比较聪明 有吗?有吗? 好了好了 其实我觉得很多台湾人 不会发现他们的网络有多好 家里的网络还是手机的网络 都很快都很便宜 其实我今天看到一个新闻说 台湾的网络是世界上最快的网络 你记到吗? 他说台湾的网络平均有85Mbps 如果要做比较的话 法国它的网络平均有30Mbps 就是差不多三分之一的速度 台湾的速度真的蛮快的 然后除了网络很快 有另外一个很方便的事情 就是大部分的地方都提供免费的Wi-Fi 你有时候去餐厅还是咖啡厅 会带电脑 然后希望可以用网络 然后大部分的地方都提供免费的Wi-Fi 而且那个Wi-Fi很快 其他国家的餐厅好像真的不一定提供那个Wi-Fi的服务 身为软体工程师还有YouTuber 我觉得网络快是非常重要的 我常常要跟美国的同事续寻开会 这个时候我们都需要一个很有效率的网络 我们都需要很快很稳定 然后我上传影片一样 上传那么大的影片 我记得我去年在法国上传影片 要等六个小时才可以上传 在台湾应该要一两分钟 超棒的 所以我真的很开心我住在网络这么快的国家 我在今天的影片想讲到网络的安全 因为我们现在2020年 大部分的人都有电脑还有手机 然后每一天花不少的时间上网 但是很多人没有那么清楚 网络其实不安全的 有一些大家都要知道的知识 为了避免一些奉献 所以我今天要跟一个网络专家见面 我要问他关于网络的安全的几个问题 他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基本的概念 为了大家上网比较安全 所以我们今天跟 Kenny Huang 在一起 你好 你好的人 所以我自己一个问题就是网络到底安不安全 然后大家上网会碰到什么样的问题 我用另外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 譬如说我问你们家中的大米安不安全 嗯 我想答案就很清楚 基本上 Internet 设计它不是为了安全而设计 所以 in general Internet 是不够安全的 假设以安全的角度它不够安全 几乎大家都会碰到网络安全的问题 Ransomware 勒索病毒 就是有人去窃取去要求你要附属金 Ransomware 这发生的很 尤其是 2017 年的 Walnut Clive 有 150 个国家 was hacked by Ransomware 然后再来像 Fission 钓鱼网站 那常常我们也常常会遇到 Fission 的问题 就是你收到一个 E-mail 跟你讲说 你中奖了 你点下去 你 Click 这个 Link 它连到国外 somewhere 然后你就下载那个软体 病毒的软体 然后你就网络就被入侵了 那个 Fission 也是常常遇到的 然后 Cyber Attack 去网络入侵的攻击 也常常发生 其实很多电脑我们都已经被 Hack 被入侵了 其实我们自己不知道 因为它可能留在里面会很久很久的时间 没有 Take any action 只是去 Collect 它需要 Collect 的资料 只是这样 所以其实非常非常不完全 而且这些其实我们每天 大多数的民众可能都会有遇到 只是它可能并不清楚 那你说有没有什么后果 有 因为像 Data Lickage 像台湾最近就被公布说 曾经在网络上有 2000 万笔的 Personal Data 在 销售 那这个就是很大的 Risk 因为我们 Personal Data 上面有很多 我们的机密的资料 那在网络上被销售 有可能拿 有别人拿的这个资料 可能说其他不一样的坏事 所以其实对一般人的伤害是还是蛮大的 了解 那到底是谁负责 网络的安全 是我们的政府 还是是网络的公司 或网站 但我举一个利益 亲身假设 给你一个 100% Secure 的 System 让你去用 那唯一的要求是说你要设定 你唯一需要用就是要设定你的 Password 然后你设定你的 Password 是 123 123 或123456 然后 没有很好的 对 那我就 Guarantee 你在 within 10 minutes 会不会被骗 非常容易 因为你这个密码太容易记了 对 那你说这个系统在 Secure 但是交到你手上 变得不安全 或者是 你不小心把这个 Password 掉了 让别人拿走了 所以相对 它就变成本来是安全的系统 变成不安全的系统 所以 谁应该负责 系统的制造商 硬体软件的智商 他需要负责 他需要 make sure 硬体软件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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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curity company 他可以负责 他必须生产更安全的 Software 让使用者来安装这些 Software 使用者必须负责 他必须去购买比较安全的软件 这些 Software 安装在系统上面 他自己也要有这些 网路安全的基本观念 因为 我不能是123456 当做 Password 所以使用者要负责 政府也要负责 就是说 他在 他在Evaluate 这些 license 可以去Sales 的license 尤其是 Cybersecurity 的license 他必须确定说 他必须 fulfill 一定的 requirement 或者是 他必须向政府有订定 网路安全法 网路安全管理法 那这些法规就是 去 make sure 所有的政府部门 在一定程度上 必须做到一定程度的 安全的保护 那确定说 不能 guarantee 但至少密码 guarantee 就是说 这个 adequate cybersecurity is in place 所以 这个所有 在熊网的人 他都必须承担 一部分的责任 所以你收到奇怪的email 说你要去你的银行 打密码 要小心喔 对 这个就是可能是钓鱼网站 对 这个是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收过 这样的email 我们大家每一天都是用网路 那我们必须有哪一些 网路安全的关联 才可以保护自己 一般的人来说 对 对一般使用网路的 一般的民众来讲 其实有几点很重要 第一个 我刚刚提到最基本的 你有没有安装 应该有的基本的 防堵软体 或保护网路的一些软体 对 那你们的网路 比如说你们公司 连接到外面 有没有已经购买一些 防护安全的设备 像firewall 防火墙的设备 这是基本的 然后你的password 有没有定的 像我刚刚提的 不是123456 而是定一些 比较复杂的password 对 所以这是自己要去处理的 然后就是说 你的data 你有没有习惯把它back up 起来 因为有一天你的电脑 要一起drop 掉了 你的data有没有定期 去做back up 对 做back up restore 那有一天 当你的电脑 旧了要丢掉 你有没有把里面的data 把它全部都删除掉 因为这些potential 这个资料只要流出去 它就会造成 网路的漏洞 别人就会可能 利用这个data 做出一些 你不希望看到的一些结果 了解 还有另外一个 可能大家下载app的时候 对 还要注意到什么用的部分 那app 其实也是很多可能virus的来源 对 因为这个来源你见不清楚 很多时候是自己要take这个责任 就说我必须清楚 就时时去留意说 有没有那些来路不明的app 我尽量就不要去下载 就是most popularapp 你知道别人使用过 那你觉得这是secure 你得去下载 不要随便乱点 因为它可能就是一个病毒的来源 对 还是可以先手续一下 关于这个app 对 你可以先browser一下 就是说这个 它的quare 它的风评怎么样 那有没有大家的使用者经验怎么样 那现在internate 要做这种功课 是相当容易的 好 OK 好 那谢谢你的美夫 谢谢 谢谢谢谢 好回去学一碰了 好 所以这个影片基本上是一个可以提醒大家 我们都喜欢用网络 但是我们还是不要忘记 网络有一些要小心一点的部分 你如果想学更多关于这个题目 你可以去看这边会有 Kenny Huang最近给一个讲座 分享更多更专业的内容 关于网络的安全 好 这个影片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请你们上网小心一点 我跟你们说 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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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